说起去年什么车的热度最高的话 我想应该是非思域莫属了吧 两天旗下的思域品牌 可以说是在世界范围内 知名度都非常火爆 而在去年一位思域Type R 在去年欧洲著名的汽车赛事上 过了那个赛事前驱车 一会儿完成实际的记录 这件事情让国内思域车 销量增长迅速 思域车准备也有了更多的自信 相信了解思域这个品牌的网友都知道 思域旗下最多的车型 就是将用舒适性和轿车ACV 但是思域却完全不满足现有的状态 在思域的版图中 似乎从来都有一个皮卡的梦想 本田觉得自己的公司 也能像福特等汽车公司一样 拥有多种车型的制造生产 多元化发展 这一点最近似乎有了成果 近日有消息称 本田位于英国的工程部分 成功地将一辆思域Type R 改造成一辆性能强劲的皮卡车 让我们来看一下本田的公司的成果吧 他们将思域Type R的后排座椅和车门 将这个多数的空间装上了皮卡车 标志性的货箱 并且为了这个货箱更加的稳固 工程师们还在货箱后面 担任了一些的强化空架 同时为了增加 这辆思域Type R皮卡车的美观 工程师们将思域Type R 最余特检的车位美翼 保留了下来 认为了桑帽统式的排系统设计 也让这辆车看起来霸气十足 这样一来 这款赶在后的皮卡 无疑就成了设计上 第一无二的带美翼的皮卡 也是颜值最高的皮卡车 在动力方面 这辆车依然保留思域Type R 2.0T强性能的物轮增压发动机 和645级变速箱的组合 百公里只需5.7秒 本田公司准备将这款改造后的皮卡 也带到了北桓塞道上 看看这辆车是否会延续思域Type R 前驱网者的成绩 虽然不想当皮卡的思域不是好Type R啊 大家对这辆思域Type R皮卡车 有什么看法呢